欢迎来到月亮说 2023年的四分之一已经要过完了 最近大家又聚慌了吧 其实第一季度有不少好剧 绝对有你没看过的高分剧 小编整理出豆瓣和微博上的高分剧 以及小编客观的综合评价 以下就是2023年录剧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10 一难评的光渊垫底 抖音出品的8.0高分剧排在第5 被催拍第二部的少年歌行排第6 而两部并列亚军双平台全破8分 冠军最高分竟然接近满分 真是激烈啊 还有一部极力推荐的高分小成本网剧 来一起看看吧 2023年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10 光渊豆瓣评分7.1 微博暂无评分 这部张心诚的光渊 开播8集就断更了 真是让观众集体一难评呀 作为行真题材的单改剧 播出之后就备受关注 尤其在其原著高热度的基础上 让不少观众对作品有了更多的观看欲 目前虽然才播出8集 但是光渊全程演技 制作 以及剧情都基本在线 而且收视率和热度频频飙升 还引起了热烈的话题讨论 剧中张心诚和傅心博 一个清冷与魅惑的裴总 配上一个开朗与热情的落队 把故事的冷暖热度端平 人设自动调控氛围感的对手戏 把故事张力拉满 反差感也刚好合适 在整个故事中 张心诚用微表情 演绎出了各种情绪和内心的信息传达 应该算是这部剧最成功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观众 对该剧打高分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最值得夸赞的是 刑侦剧一般都是非常严肃的题材 剧情发展过程中 往往会有些压抑感 针对这个现象 光渊设计了不少解压缓解 合理且不拖拉的剧情发展 呈现了时而紧张 时而清洗的故事发展线 令观众在观看时 得到更多的轻松愉悦感 对于目前7.1分的评价 令很多观众不满意 直呼这太低了 小编也同样认为 光渊在剧情设计 人设制作 以及还原度与演技等方面 至少也应该有个8.0分左右 对此 也有不少剧迷在线豪言呼吁 若后续的剧情播出 一定会让光渊的评分轻松破八 敬请期待吧 2023年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9 保护我方城主大人 豆瓣评分7.2 微薄暂无评分 不是穿男不穿女 这是祖书镇上的规矩 你连这些规矩都不懂吗 规矩 就一定是对的吗 这部剧式的小惊喜 小编花了一晚上看完了 很推荐给大家看 虽然这是一部小成本 甜宠类的古装网剧 但评价却有7.2分 一些网友可能都没听过 或看到主演 就不想点开看了 不过看过的观众 给出的评价 确实都还可以 保护我方城主大人 乍看之下是不无脑小甜剧 有点无厘头 但是剧情并不会雷 不少观众称赞 这部剧性别平等的这个议题 塑造得蛮非常好 不会像有些剧打着 为女性发声的旗号 实则隐藏着歧视女性的思维 小编看完后觉得 该剧最大特点是剧情非常紧凑 爆笑甜宠计谋反转 虽然并没有多深 但看得确实非常爽快 尤其是最后一集 女主在朝堂之上的那段 何为英雄的台词 让整个剧瞬间又升华了 但是呢 这部剧的逻辑不能深究 也有很多男女主角 动不动就亲上的老套设定 但以小成本甜宠剧来说 这部剧给了观众很多惊喜 是一部可以无脑下饭的小甜剧 有多余时间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看看哦 2023年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8 星洛宁成堂 豆瓣评分7.1 微博评分7.8 小编也是看完了这部剧 同期播出的两部仙侠剧 星洛宁成堂 简直完全碾压了 虫子呀 豆瓣与微博上的评分 纷纷都拉开了差距 相较之下 星洛宁成堂的剧情 与演员演技 确实比较好一点 虽然一开始有人质疑 陈兴旭与李兰迪 都没有仙气 完全不适合眼仙侠剧 但两人演技确实过关 该剧也不同于 一般流水线的古偶 剧情加入了很多 搞笑轻松的情节 出现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笑点 小编不信你看了没笑 嘿嘿 星洛宁成堂号称 仙侠版的上错花叫价对狼 主副CP都很有看点 总共大概有6对欧 很多观众一开始不看好这部剧 后来都追得上瘾了 但比较遗憾的是 星洛宁成堂大结局烂尾挨轰 不少观众觉得 编剧只是为了女儿特意去虐 并且开放式的结局 让大家也看得一脸问号 不过除去大结局 星洛宁成堂 前半段的故事确实非常不错 2023年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 7 平原上的摩西 豆瓣评分7.7 微博暂无评分 将来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 平原上的摩西是一部悬一剧 这部剧的热度就很低 不过观众整体评价还算不错 该剧的步调比较缓慢 因此习惯快节奏叙事的观众 可能不会喜欢 但整部剧有种娓娓到来的氛围 一步步将人带进故事中 将80与90年代的氛围还原得很好 平原上的摩西目前在豆瓣开出7.7分 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曾经的叛逆少年装束 成为了刑警后负责侦查7年前的旧案 一范却逐渐指向了 儿时留给自己美好记忆的邻家妇女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颗烟头让案情拨云见日 刑警悲哀地发现 自己可能也是当年那场惨案的参与者 这部剧也是挺独特的 小编真的是好几年没看过 这么好看的武侠剧了 相信你们也一样 《少年歌行》几乎可以 被誉为近几年来最精彩的武侠剧了 豆瓣开分从7点5分涨到了目前近8分 这段时间里还有不少人 在《催少年歌行》的官方赶紧出第二部 因为第一部做得实在太好了 全员都塑造得非常好 甚至于已经超越了动漫本身 第一部小编之前 介绍过也评价过多次 在这先不展开了 来讲讲小编了解到的第二部吧 第二部大概率将脱离原著 讲述全新的主角团在江湖闯荡的故事 复活的唐莲在第二部中会成为雪月城城主 肖瑟和司空谦洛这两位修成正果 最终生下了一个孩子叫肖章 为什么叫肖章呢 毕竟他的义父是雷武杰 师父是天外天宗主吴欣 二伯是北离皇帝肖虫 外公是天下唯一的枪先司空长风 这些身份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他在江湖横着走了 不过可惜的是 李寒一和赵玉珍无法在第二部中再续前缘了 小编也还想提一个建议 司空谦洛可否换一个人选呢 嘿嘿 除此之外 还会拍摄《少年三部曲》中 《少年歌行的前传》 《少年白马最清风》 讲述老一辈的成长故事哦 2023年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5 29 豆瓣评分8.0 微博赞无评分 永远不要在婚姻里给对方制造惊喜 因为惊喜会变成惊吓 29是抖音出品的一部高分短剧 该剧是一部都市情感剧 每集只有四分钟 近年这种短剧越来越多 但要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故事讲清楚 又要能留住观众 非常不容易 何况豆瓣还达到了8.0的高分 小编还是挺佩服29的编剧的 把故事写得很简单 节奏又快 剧情同样吸引人 两位主角虽然是原配和小三 但不只是狗血的互私而已 到最后两人变得有点一笛一有 剧情简单但真的还不错哦 这部29主要讲述了一位全职太太原配 偶然发现老公庄号出轨了 为弄清原委 而前往那个女人陆小三工作的奢侈品店 和她成为了同事 原配本以为她只是一时贪婚 却发现两人早已按通款曲 便决议离婚 与此同时 陆小三也发现这段关系充满风险 和庄号提出了分手 在之后的工作中 两个能力很强的女性慢慢地开始信任彼此 由敌人逐渐转换为合作伙伴 甚至是朋友 抖音官方出品的剧还是值得一看的 2023年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 4 显微静下的大名 豆瓣评分7.8 微博评分8.6 张若云的剧还是一如既往的有品质保证呀 豆瓣和微博都给出了高分 虽然这部剧没能达到像青鱼年雪中汗刀行那样的大爆 毕竟税收方面大众是不感兴趣的 但从整部剧来讲 显微静下的大名的服装 布景与造型通通走高质感路线 场景细节非常用心 很多台词都有着玄机 主角算术惊人但有点呆傻 也让不少观众眼睛一亮 而且人物塑造饱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机与目的 换多维度地去思考每个人设 不少网友评论说 这剧看不懂 一点都没劲 毕竟这是马伯庸的作品改编剧呢 变成了口碑好 但热度低的情况也实属正常 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没有读过原著 如果仔细读过原著 再结合剧版的改编进行对比 就会发现剧版的精彩之处 而另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剧中的利益关系 与矛盾错综复杂 而且经常变来变去难以理解 其实 该剧与原著不同 剧版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重构 改变了原著中 真实的历史走向和历史结局 要完全能看懂需要细细品味 也有不少人堪称 它为不可多得的一部神剧 2023年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3 去有风的地方 豆瓣评分8.6 微博评分8.5 这部去有风的地方是本季度豆瓣并列高分榜亚军哦 微博排在第三 刘亦菲自去年 孟华路开始回归小荧幕 她主演的剧基本都是高质感 这次搭档男神李献 两人不仅颜值高 而且CP感满强的 是旗鼓相当的养眼组合 不仅演员养眼 各种场景都很养眼哦 但这部剧整体来说 热度收视和播放量都没有同期的向风而行高 不过质感和口碑却要高很多 主要是因为剧情步调慢 没有太多高潮迭起 喜欢快节奏爽剧的人比较接受不了 但去有风的地方 裙向戏很好看 老演员与小童星的演技都相当自然 各有各的故事 剧本不会有悬浮的感觉 也不俗套 相当治愈轻松 豆瓣开分就破了8.1分 如今更是上涨到了8.6分 成绩相当好 小编也非常喜欢这样慢节奏的剧 对我来说 该剧不是用来看的 而是用来享受氛围的 2023年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2 三体豆瓣评分8.6 微博评分8.9 人类已经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变了 还是要保护我 如果现在深与飞想让我去死 你根本就阻止不了它 这部三体 按豆瓣来说 是和去有风的地方并列亚军的 但微博评分 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8.9分 三体援助知名度相当高 因此宣布翻拍成剧版时就自带热度 只不过书迷都喜忧参半 就怕剧版毁原著 不过三体播出后评价意外还不错呢 特效没有想象中的崩 张鲁一 李小冉 以及王子文等一众主演也都适合角色 情节基本上有尊重原著 没有胡乱魔改 而且不管什么平台的评分 一直从开分都保持着高分状态 不愧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改编的呀 总之这部剧让小编收获 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知识 把人类看作虫子的三体人 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 虫子从来没有被战胜过 2023年第一季度评分榜 Top 1 狂飙豆瓣评分8.5 微博评分9.6 不愧是广电总局放宽审核的反黑剧 本季度的冠军就是这部狂飙了 这不是2023开年第一大爆剧 不仅热度无敌高 豆瓣评分也相当高 而微博9.6分更是快接近满分了 这部剧的播放数据也真的很惊人 光是2月份就足足累计了58亿的播放量 不管热度还是评分榜 基本都稳坐冠军 像三体 显微镜下的大明这些高口悲剧 播放量几乎都只有它的零头而已 这部狂飙有多疯狂呢 2023开年几乎所有剧 讨论热度都在狂飙上 而且热播期间天天罢评热搜 狂飙每个角色都刻画得很饱满 正派反派都不会扁平化 各种人性的博弈都塑造得很精彩 而且全员基本都是老戏骨 几乎没有任何流量演员 主演们个个都很认真的对待自己的角色 而值得一提的是 黄飙也是央视八套近九年来的收视第一 平均最高收视达2.5% 比今年的春晚收视还要高哦 但遗憾的是 该剧播出后 广电总局认为涉及影响较大 以后我们可能很少能再次看到像这样的剧了 好啦小伙伴们 通过小编的讲解 剧荒的你 知道要看哪一部了吗 欢迎评论区讨论哦